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3月25日星期三 您现在收看的是突发新闻台的中国突发栏目 我是频道的特约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先看今天的头条 习近平忙着打电话 李克强说他很担心 GDP都注水,还有什么不能讲 在习近平先生忙着给英国、法国、埃及等国家的首脑和领袖打电话的时候 李克强先生出生了 他表示各地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的信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 3月23日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就强调 实事求是是指有针对性的做好防控 一旦发现疫情 第一时间进行精准管控 把病例和可能传播的场所控制在有效范围 他还特别强调 公开透明就是指发现一例 报告一例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得瞒报漏报 根据中国政府网3月24日的最新消息 李克强在会议上还指出 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经基本阻断 但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爆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 加上疫情在全球出现了大流行形势 所以依然严峻复杂 国内外流行病学专家透过建立各类数据模型 对疫情走势进行科学研判 就普遍认为此次疫情不大可能像当年的SARS那样突然消失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更加艰巨 更加持久的疫情防控思想准备 透过中国政府网的报道 李克强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从当前疫情形势来看 国内外专家们的分析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为我们防控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虽然目前国内本土疫情传播已经基本阻断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零星散发病例就不再出现 李克强还特别强调了一点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数日新增确诊病例报告为零 这当然是人民群众期盼的 但是要切记 疫情统计数据一定要及时真实准确 千万不能为追求零报告而瞒报漏报 李克强还说传染病防控必须始终坚持实施求是 公开透明的原则 这样人民群众就会增加警惕性和主动防范的自觉性 反过来这也有利于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进而防止疫情出现反弹 李克强的这番讲话应该说受到了中国大陆媒体的普遍的报道 也迎来了舆论的一阵好评 事实上李克强担心或者说质疑造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曾经就对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准确性有所怀疑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维基解密就泄露了美国外交电报信息 根据相关信息就显示 李克强早在2007年就对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表示 一些官方统计数据是人造的不能相信 他个人更为看重铁路货运量与耗电量 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指标 后来经济学人杂志将这三个指标合称为克强指数 认为这些指数比中国官方发布的GDP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 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而李克强发表上述观点的时候 正是辽宁的省委书记 现在您看到的照片就是2007年前后 李克强的样子 年轻有朝气 当习近平先生这一段时间 忙着给世界各国的元首和领袖们打电话的时候 李克强看破也说破 再一次引来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接下去的消息 跨省复工包车出大事 云南陕西山东获有新疾 日前中国网上就疯传复工包车 一名务工人员病亡的消息 引来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网上关于这个是否是谣言的讨论 还没有平息的时候 陕西宁陕县人民政府网站就援引宁陕县 卫生健康局情况说明表示 死者田某某汉坦病毒也叫出血热 核酸检测为阳性 同城其他人员的核酸检测正在采集送样 因为这则通报 汉坦病毒一时又成为热搜词 通报就指出 3月23日凌晨4点许 山东荣城鲁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租赁 山东威海市龙威客运有限公司的大巴车 就在云南省的临仓市孟定镇 接务工人员返回山东务工 而途经陕西的宁陕县时 随车医护人员就发现田某某出现不适 拨打120求助电话 当地120急救中心很快就赶到 从高速路服务区将田某某等4人 接到了县医院的急诊科 对田某某进行了救治 对两名发热人员和一名陪同人员 按照新冠肺炎救治规范流程进行检查 同时还对同车的其他29人 全部采取了就地医学观察措施 同报还提到 23日的七点起 患者田某某救治无效死亡 今安康市疾控中心对死者及两名发热人员和一名陪同人员首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核酸检测为阴性 死者田某某汉坦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 同城其他人员的核酸检测正在采集送样 目前宁闪县已经向山东云南相关事件发出了通报 综合媒体的报道 汉坦病毒是本亚病毒目的一种病毒 其引发的病症称为汉塔病 肾综合症出血热 流行性出血热等等 是一种经由老鼠传染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 被列为生物性危害的第四级病毒 这种病引起病急进展快 若救治不及时很有可能导致死亡 尤其是一种叫做基数所携带的 汉坦病的病毒感染非常的强 住院病人病死率可以高达10%以上 那么人感染汉坦病毒后 潜伏期通常为7到14天 也偶见短至4天或者是长至2个月 上述相关人员据幸还会进行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核酸检测 目前综合媒体的报道 舆论比较担心的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 所谓的汉坦病毒会不会又引发新的疫情 接下去的消息 美国三大报发表公开信 为了中国的信息透明 我们要回去 美国三家报纸的出版商 日前就敦促中国政府撤回 最近做出的强迫他们十多名记者 离开中国的决定 称中国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时 全球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危机 中国方面在3月18日宣布吊销 三家美国报纸中国分社 所有美国记者 今年年底到期的记者资格 中国的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在驱逐他们 法广的报道显示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出版商 在3月24日于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收回其 强迫为我们新闻机构工作的美国人 离境的决定 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 在全球正在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时 这项决定鲁莽并且具有破坏性 此时此刻或许比现代史上任何重大新闻事件更加重要 此刻更凸显出从疫情大流行中心进行调查 准确实地报道共享信息的急迫重要性 这份公开信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媒体是中美两国政府外交争议的连带损害 在危险时刻危及着剥夺世界获取关键的信息 综合媒体的报道 驱逐美国三家报社的驻华记者是美中两国 围绕媒体自由和准入最新争议的升级 在2月份 美国要求中国驻美国的媒体 包括新华社 中国环球电视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发行公司登记为外国使团 稍早前的2月3日 华尔街日报在其观点专栏中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是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要求该报道歉 在华尔街日报拒绝道歉之后 中国就已经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 包括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澳大利亚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日就宣布 美国将对五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国营媒体机构 包括新华社 中国环球电视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在内的记者人数设定上限 从目前的总计约160人减到约100人 美国方面给出的理由是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媒体在华独立报道 有进一步的打压 目前中国大陆的官方就没有对 美国三家媒体的出版商要求回到中国的呼吁 进行回应和表态 接下去是一则宗述 崔天凯官高两级也没辙 赵大嘴赵立坚上面究竟是谁 纽约时报3月24日的最新报道就指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反驳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说法 展现出中国政府高层内罕见的观点不一致 根据相关报道 最近几天赵立坚一直在推特上发表毫无根据的理论 称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了武汉 并在推文中暗示 美国正在隐瞒去年年底被误诊为流感的武汉肺炎 新冠肺炎的病例 纽约时报提到的崔天凯的所谓的反驳 事实上是美国媒体3月22日晚间 发表的对美国驻中国大使崔天凯的一次专访 崔天凯在接受美国媒体人的采访时就表示 由外交官来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 他的这一表态就被简读为 他不赞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此前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军的这一没有根据的说法 上述专访还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记者追问崔天凯 问赵立坚的理论有没有任何依据 崔天凯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也许你可以去问他 记者又追问 您问过他了吗 您是大使 崔天凯回答说 我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 不是某个具体个人 他对有关赵立坚的言论的问题 可以说是避而不谈 他说解释同事的观点 不是他的责任 中国官方也没有回避崔天凯的这一表态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网上 在3月23日几乎都逐次刊登了这一采访的中文翻译的全文 中国驻美使馆的信息还显示 这一次采访是在3月17日进行的 崔天凯的这一表态就被媒体迅速解读为 是在与赵立坚此前关于病毒来自美国实验室的说法 划清界限 纽约时报彭博社等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就提到 崔天凯的表态 罕见的和中国外交部的态度相反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 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史文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做了类似的表态 他说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一说法可能是在亮明态度 那就是北京方面想降低美中两国围绕新冠病毒疫情上的相关的口水战 但是有一点比较有趣 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 崔天凯的专访3月23日由美国媒体公布之后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网 在同一天刊登了题为赵立坚请继续发问的署名文章 文章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段内容 赵立坚只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公开提出了国际社会许多人心底的疑问 事实上在社交媒体中早有对美国将病毒带入武汉的彩测 在病毒源头未确定时 赵立坚只不过将一种合理的疑问摆到了桌面上 这有何不可呢 崔天凯和赵立坚究竟谁更能代表中国的观点 方坚也一直在讨论 彭博社的报道就指出 崔天凯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任命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担任副部长级的职务 这使得他的级别比赵立坚高了两级 赵立坚的官方头衔毕竟只是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司副司长 言下之意崔天凯的说法更有代表性 当然现在方坚还有一种猜测 赵立坚表现的这样的活跃 他的上面究竟是谁呢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收看的是突发新闻台的中国突发栏目 我是频道的特约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们进行打赏 谢谢各位